朋友们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穿这套行头出镜的时候 有的网友问我 我在国外穿这套衣服 怕不怕会受到人身攻击 我可以很放心地告诉大家 不会 因为目前为止 我没有受到任何的人身攻击 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的老外都不知道 我的帽子还有我的衣服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意思 我也根本不担心 因为我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而且我不认为像德国人有那么的激进 所以大家放心好了 我们今天来说说钱这个话题 也是大概是两三天前 我在一篇德语的新闻当中 看见有一位德语读者 他留言他评论说中国人没有上帝 他不信仰上帝 但中国人信仰一样东西 那就是钱 我觉得这个德国人呢 或是这位说德语的人 他看中国人看得很对 对的 大部分中国人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信仰的 对吧 挣钱挣钱最重要 我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啊 几乎每个人嘛都说钱不够用 钱不够用 我很穷等等等等 反正大部分都这样说 即使他是百万富翁 他也会说钱不够用 就是说钱可能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 确实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即使你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数倍 但是还觉得自己钱不够用 说到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对于中国大陆是有非常直观的印象 比如说这特别是疫情过后啊 我回国之后我发现 我因为是从农村来的 所以我能够观察农村的比较 可能比较那个深刻一些 像我老家是广西桂林 下面的一个县农村的啊 也就是说应该在全国属于比较贫穷 至少是要中等再往下很多名吧 也就是说我们老家的那个经济条件 其实在全国比起来并不好 但即使这样我发现呢 特别是这两三年啊 就是农民的家庭买车的 可以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 我是说几乎每个家庭 比如说我们我们村 好像只有两三个家庭还没有 有一个人是单身汉 就是40多岁的 连老婆都没有讨的 他只有那个电瓶车 就是电动的那两轮车 还有一家就是相当于我们村那种低保护 也没有买车 这情有可原了 既然是低保护 他的生活估计呢 可能人的智力啊 可能有问题 另外可能他的那个性格有问题 所以导致了可能他的生活水平没有那么高 这都是特例啊 就是普通的人家 只是说我们村或者是我们隔壁村的啊 普通人家不是有一辆车就有两辆 甚至有三辆的 这就是当前中国农村的这种情况啊 从我们村或是我们那个县 一个小小一个面 可以我认为可以放到全国 因为我觉得这是全国这个进入了汽车的时代 据说全国的那个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4亿辆了 4亿 4亿 大家可以平均看啊 每个家庭 我们中国大陆平均的家庭 每个家庭大概可能有三口人到四口人左右 如果有4亿辆这个乘用车 那平均下来就是每个家庭有一辆 全中国的啊 14亿人的那个家庭 每个家庭有一辆车 对不对 所以我的观察和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成正比的 就表明好像中国人中国大陆人 他们手里手里是有钱的 虽然他们口里说口头上老是说没钱没钱 钱不够用 但是到买大件商品的时候他们就有钱了 对不对 那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 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呢 在这些年提高非常快 我记得大概是15年前 在中国大陆买车的人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当时能买得起车的人 可以说是家境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家庭 而15年之后仅仅过了15年 每个家庭几乎都有车了 所以从这车的拥有量可以大概分析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提高到提高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看我频道的有不少台湾朋友们 你们可能也可以对照一下你们台湾那边到底你们这个每个家庭拥有汽车的那个数量有多少 我想补充一点 德国这个车辆保有量 据统计数字啊 大概是4000多万辆 也就是说每两个德国人当中 至少有一辆或是一点多辆 这个汽车 私家车 中国呢是 平均每个家庭肯定有一辆 就是说汽车保有量来说 或是拥有量来说 要比德国低 但是在德国买车也不容易 其实大部分德国人买车都是贷款的 他们住房要交房租 汽车要还贷款 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 所以最后呢 这个生活所剩无几 月光足很多很多 而且现在因为通胀特别高 能源价格特别高 所以现在德国人他们存款率更低了 生活更维艰了 这是德国实际的情况 就是你看为什么 德国人喊 他们买车买不起 特别是电动汽车 比如说中国电动汽车 现在便宜的就是几万块钱 对吧 五六万 就是便宜的 或者五零的话 可能就是三四万 对不对 就可以有一辆电动车 可以跑一百多公里 可以做至多五个人的 德国这种车 几乎没有这么小排量的 其实有 可能要比国内 要高出一倍到两倍的价格 我刚看到那个消息 应该是三四天前的一个新闻 这个大众汽车ID3 这个系列啊 在国内它降价了好多呢 降价大概是16% 大概人民币12万人民币左右 就可以11万多12万 可以买得到一辆 就相当于欧元1.5万到1.6万欧元 左右一辆 同样这个车 在德国 大家猜一猜要多少钱 4万欧元 这对很多德国人来说 是天价 根本买不起 大众ID3 是算最小型的之一了吧 都要4万块钱 比如说奥迪的 我听说啊 要10万块钱以上 奥迪电动车10万块以上 这并不是普通大众能买得起的车啊 所以这些普通德国人只能望车心摊 还有德国媒体报道 就是现在很多德国人 因为食品价格飙升 能源价格也上涨 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开支呢 越来越高 现在不少德国人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也要好好的对比价格 也就是他们说的 接一缩时的地步了 这就是目前德国现状 这是奇异啊 就是从这个汽车拥有量 真的可以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 还有收入水平了 说到收入 我这次回国 我是5月份 我是5月份是6月份 我忘记应该是5月份吧 我5月份刚从国内回来 我这次呢 在国内又待了4个多月 去年待了5个多月 大概呢 我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人民普遍的要比前十来年左右生活水平又提高了 这次呢我回国我特别问问了一下我的发小 我小学中学的同学 这信息肯定是特别可信的 然后联系到两年前还是一年前 我去一个村子里面去玩的时候呢 遇见一位已经退休的小学老师 我跟他交谈啊 他当时这样说的 他的退休金只有5000块钱 他用了只有这词 因为他说 同样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退休 他们的退休金都要比他高 所以这点呢 他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他又说 其实5000块钱一个月 他也用不完 这个退休的老师他在农村有自己移动房子 不用交租金 然后农村的店 每一度店就是五毛多 对吧 水费又不用花钱 因为有自己的那样山泉水 引到家里面去 就是付一点电费 一点那个手机的费用 然后呢 他有医保 所以他说一个月5000块钱 他根本用不完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满意啊 因为别的退休老师要比他退休金更高一些 这是我听说过退休金最低的一个老师了 好了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中学的一位英文老师 他是平老应该是中学高级的职称吧 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 他说他已经那个退休了 当时他退休金大概是6000块钱 七八年前 这次呢 又过了好多年了 然后呢 我又问了他 我说 老师对不起 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私人的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不可以知道 你现在退休金达到什么水平了 因为七八年前 他是跟我吃饭的时候 他自己告诉我的 主动告诉我 这次呢 是我主动问他 所以我就特别礼貌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国内人对这个收入 是不是比较禁忌啊 我就比较礼貌 他说没有问题 你可以问我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现在退休金是8000多块钱 他说这几年涨得很慢 从6000块涨到8000多块 才七八年啊 七八年已经涨了40%了 涨了四成了 对德国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涨幅了 而且我告诉他 我说老师 你放心 你这退休金已经超过德国很多退休老人了 他表示不相信 因为我们普通中国人啊 总是以为德国人的收入非常高 他们退休金也是非常高 什么都是国家养着 吃穿住都不愁 是不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呢 其实并非如此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话题我已经说过了 德国现在存在非常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 就是说德国退休老人 他们的收入退休金非常低 不足以支撑他们每月的开支 也就是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所以德国老年贫困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们又会拿中国农民这个很低的 比如说我们老家农民只有100多块钱 60多岁的啊 60岁以上的 拿这个来比较 当然这也是承认啊 就是我们国家农民老人的收入水平真的非常非常低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不要忘记啊 中国的农民和外国农民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农民有田地 有宅基地 一般都有自己的房子 我在我50多年的生命当中 在中国农村还没有见过谁没有房子的 每个人都有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房子 有田地对吧 你可以种菜 养鸡 养鸭 还有养各种牲口 只要你你那个不懒的话 所以在农村即使没有政府的那100多块钱 过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中国农民对比其他外国农民最大的优势 还有我有两个发小也是我的同学 一个是大概是高中的同学 对 他现在是小学老师 对啊 他没有任何的职位啊 他就是小学老师 大概工作了三十三十三年三十二年左右 反正超过三十年 他告诉我 他现在拿到手的工资是八千多块钱 他自己跟他老婆一起买了一套房子 在县城 然后呢 自己买了车 而且他也用不完这钱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还有第三个例子 也是我的一个发小 一个小学初中的同学 他现在是我们中学的校长 他现在一个月是一万多块钱 具体一万多 我不知道啊 他说一万多 那我估计至少有一万二 有一万三吧 当然他这个收入 在我们当地属于很高收入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忘年交的朋友 他也是一个退休的人员 他的退休金稍微低一点 然后我就问他有多少钱 他说他退休金是大概四千多块钱吧 但他从来不去关心 因为都是他的女儿去管他的事 因为他不缺钱花呀 一时无忧 所以他说根本他就不去关心 每个月到底有多少退休金 反正又有医保又有收入 而且跟着女儿一起生活 他说一点都不愁 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还有其他的同学朋友啊 我就没有去问 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在我们老家 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可能一般平均都有六千块钱左右吧 反正我回去看着他们 真的是非常意识无忧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产 然后自己都买了车 喜欢出去吃喝喝 因为在国内其实啊 如果你不去吃那种特别高档的东西 去吃饭呢 是不用特别担心花多少钱的 一般可能平均每个人 花费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平均的那个消费 对他们来说不算很 很重的那个财务负担吧 我觉得我们在海外很久的人 特别是那些很多年 比如说十年二十年 没有回到中国大陆的人 可能对我今天讲的话不太相信 不过这情有可原 因为这与你这个脑海中 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印象 这个反差太大了 特别是我们在海外的人 可能有些人因为出国久了 喜欢看一些关于国内负面的新闻 当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不否认啊 国内也有贫困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国内的人 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的那个财务压力 要比我们比如说在德国要小得多 像我在德国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平时几乎不出去吃饭 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不高 出去吃一顿饭 大概我们在德国现在每个人头啊 大概是30欧元左右 然后吃得还不好 一般就是一个饮料 还有加一个菜就这样 性价比不高啊 如果我在家我自己做 我买菜呀自己做 按照我平时吃的那种口味 可能我的成本就是3欧元左右 去吃一顿饭就30欧元 就花了我10顿饭的钱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另外一个口味 如果你去外面吃中餐嘛 那个口味特别特别的差 我相信有过去德国去欧洲 经历的朋友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就是海外的中餐 是与国内的中餐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在国外 特别在欧洲 我根本就不愿意去吃中餐 我宁可吃德国菜 吃意大利菜 我都不愿意吃中餐 这就是我的性格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家做的中餐 要比德国中餐馆的中餐更正宗 刚才我说了性价比不高 好 我发现有的朋友老是说 你挣欧元就花欧元 但是在国内 比如说你挣6000块钱 你吃顿饭可能几十块钱 对不对 可是你在德国一般的人 我觉得1%的人都没有能够挣6000块钱 可能是千分之一 德国平均的收入拿到手的 大概是2000到2500欧元 也就是说不折算 就是2000块钱到2500块钱左右 你吃一顿饭 大概就是这个30欧元这样子 而且在德国大部分人都是租房族 也就是它的开支最大就是租房 每个月大概占收入的三成左右 吃饭 养车 通讯等等这些费用 还有各种保险 最后这2500块钱 所剩无几 在德国其实很多很多月光族 我们再返回中国人的收入这个话题吧 我只是跟我自己比比 出国前我最后一份工资是200块钱左右 我记得有点清楚 应该是220块钱 那是1993年 而到2023年 如果是我在国内做同样的工作 在我们老家肯定能够达到1万块钱人民币 因为我的同学已经超过1万多了 原来200多块钱到现在1万块钱 那已经差不多50倍了 对不对 同样的原来可能是200块钱的 现在其他人你稍微低点在我老家 可能我这个年纪也达到五六千块钱了 也就是说也是大概二三十倍了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过去30年中国人的收入可能应该成长了20到30倍 甚至40倍到50倍都有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说德国 因为我有直观感受 也涉及到我自己 德国这20多年 或者30年 德国人的收入大概增加了多少 等一下我就不出境了 因为有些数据我需要用图片来说明 可能大家对我后面说的感到非常震惊 而且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一季度 德国人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 实际工资与民意工资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实际工资下降了2.3% 民意工资上涨了5.6% 可是通胀率很高达到8.3% 所以最后呢 德国人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2.3% 2022年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 德国人实际收入下降了4.2% 你看今年又下降2.3% 前年也就是2020年大概下降1%左右 也就是连续三年来 德国人的实际工资 也就是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而且下降的幅度如果是加起来还是挺大的啊 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是2019年你有100块钱 那到2023年 德国人口袋里实际上只有90块钱左右 这是德国联邦统计局 关于德国人第一季度工资数据官宣的报道 我们就不重复了 这个工资单我把它放出来是这样 2023年每个月有180欧元的通胀补贴 是这样因为俄乌危机以来 德国通胀率特别高 能源价格飙涨 特别是去年俄乌危机刚爆发的那两三个月 当时啊好像这个物价失控了一样 突然一夜之间就暴涨30%40%等等 然后其他的价格也飙升 特别是天然气的价格 有的甚至呢一度上涨了1000% 所以在这里每个月有180欧元的补贴 我是得不到的啊 就职员可以得到 这其实还是德国政府它是借债 然后呢来补贴 到时还是纳税人买单 像我这样就是纳税人 我没有享受到好处 但是呢买单我有资格 这就是操单的地方 你看这是2023年4月份的工资单 这里就有一个通胀补贴 它是有那个法律的啊 180欧元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说错啊 好我想各位朋友可能还是有点关心啊 德国人的工资收入这几十年来怎么变化 我拿出了一张2001年3月份的时候的工资单 当时税前的工资是3118.88欧元 然后拿到手的是1807.37欧元 大家可以算一下德国税前和税后的区别有多大 大概一般来说就是要拿掉40%左右 431200对啊 然后剩下1800 这是22年前的工资单啊 拿到手的是1800欧元 当时还用德国马克呢 这个DEM是德国马克的那个缩写 但是已经马克和欧元那个同时聘行使用了 我们现在看2023年3月份的工资单 也就是22年之后 税前的工资可以说是4891欧元 拿到手的是3147欧元 我们刚才看了22年前是1800欧元 而现在22年之后到手的是3100欧元 也就是只涨了1300欧元 1300欧元和1800欧元相比 大概涨了七成 想想看22年只涨了七成 而中国22年我估计呢是涨了20倍 这就是区别 所以你看到2023年的时候 中国和德国两国之间收入差别不是特别特别大了 不像22年前 当时中国人的工资和德国人的工资真的没法比 这个3000欧元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德国是属于高收入了啊 因为德国统计局的数字 德国人的平均税后工资大概是2400到2500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人呢3000块钱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 我补充一下啊 这3000块钱是包括这个通胀补贴的 如果出掉这通胀补贴 其实3000块钱都不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德国人实际他们的收入水平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 而且难以想象对不对 22年他们的收入只上涨了约七成 我猜啊 如果我就是这样随口说出来 没有这数据来支撑 我相信很多在我们中国内地 中国大陆的人不相信我说的话 以为我在骗大家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对德国过去30年 他们人均收入的增加 这个幅度感到非常震惊呢 不过这真的是德国真实的情况 那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